异常椅子山拆除,容易重见天日 太阳滑雪运昨晚6点撤出立法院异常 昨天一整天,现场学生努力进行大扫除 清理地上紫屑垃圾与各式海拔标语 异常外的进南路上,学生排成一线 以接驳方式搬运物资,并将逢假拆除 对于学运相当重要的异常主席台两侧通道 追击的椅子山障碍物,下午也开始拆除 包括被称为龙椅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座椅 终于在下午3点50分重见天日 总计龙椅被绑近600小时才获释 动新闻台北报导